我们的心 一只心又灵犀 多远的距离也不怀疑 我的心就偏向你那边 我要我们一起到永远 一瞬才是唯一极限 爸 妈 我呢跟你们宣布件事 我要结婚了 跟谁啊 我跟谁谈恋爱啊 那个外国人 对啊 就是他 真的 挺好的 安娜 我想问问你啊 这么短的时间 你觉得 你能够完全了解他吗 爸 你说 谈一个恋爱需要多长时间 你说呀 恋爱谈时间长了就没感觉了 我现在都嫌时间长了 我们是相爱的 那 他的父母 我们总应该见一下吧 我说了人家父母身体不好 你总不能把人家父母 弄到中国来吧 我当然不可能要求 人家父母来中国嘛 但是我可以反对 你们两个在这么短的时间内 就结婚 对了 我反对 反正我就是通知你们一声 我已经到了法定结婚年龄了 你们拦不住我 那你还跟我们商量干什么 你想接自己接就是了吗 那你打算什么时候结婚啊 马上 他婚礼办吗 不办了 你跟他那什么态度啊 都不支持我 你应该理解你爸 你见过哪个当父亲的嫁闺女的时候 心高采烈的 说你也真够可以的啊 回来通知我们医生就行了 行吧 同意你结婚 但是 婚礼必须得办 而且得大张旗鼓地办 得让你那外国丈夫看看 咱们中国婚礼的热闹 妈 不办了 我问过好几家办婚礼的酒店 都预订完了 这事你别管了 你就通知妈 什么时候想结婚 地方我来订 真的 太医你超赞 妈 你太好了 行了 行了 快点去吧 安慰安慰你爸 你说少爷要结婚 这情况应该是真的 他在胡闹什么呀 那郑家那边 他打算怎么办 你派人去中国 把少爷押回来 你千万记住 绝对不能让他再去槟城 是 会长 马上 他在家吗 怪人 哪路 是 他死了 不来 觉得 我们 姐姐 姐姐 你的脸怎么了 没事 我今天有点急事 我得回吉隆坡几天 你干吗要回吉隆坡啊 过两天我们俩就要结婚了 我妈好不容易脱关系 才把酒店定下来 这时间可是不能变的呀 你要知道 最近结婚的人可多了 我知道 我得把我的出身证明拿来 我已经问了 我们结婚的时候 是不需要你的出身证明的 万一呢 以防万一嘛 反正我订了今天的飞机 我回头再跟你说了 我先走了 林志军 你这是在跟我商量吗 你不过就是来通知我一声 我真的是时间来不及 我回头再跟你解释 好不好 走了 林志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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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怎么样 按您吩咐的 少爷直接回吉隆坡 您放心吧 灯啊 赶紧 好 您 您 您还请来 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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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扮起来很麻烦的 你就放心吧 我已经跟民政局的人都约好了 他明天中午一定回来 下午就去领巧红玩 放心 来得及 真太搞笑了 你才搞笑 累死了 好渴 好渴 我吃两个葡萄我走了 你能赶紧洗洗睡了 这两天要保持一个好的状态 知道吗 阁阳 你再陪我住一晚生吧 小姐 你单身的日子可没几天了 你不趁这个机会 在家里好好尽情地享受一番 以后都没机会了 你就看在我们俩 这么多年情分上 你再陪我睡一晚生 要不然以后真没机会了 这个 磨人的小妖精 睡吧 你爸 嗯 喂 林志军 你知不知道现在才几点啊 我昨天一个人在酒店里忙到大半夜 啊 你说什么 你说什么 我这边听不清 我家里信号不太好 喂 稍等我一下 志军 你那都是什么声音啊 哎 我听不清 我听不清你说话呀 我听不清你说话呀 志军 你在哪儿呢 这什么声音啊这是 我上错了一条船 这条船出事了 你上船干嘛 亲爱的 对不起 你又别了 林志军 你说什么呢 你给我讲清楚 你说什么呀 对不起 又别了 林志军 你说清楚啊 林志军 你 你说什么呢你 现在查破一条消息 跟我说有别啊 来 祝马来西亚记者报道 大爷 要不然 我把它送给安娜姐姐吧 你送给你姐什么不好呀 送个老鼠 妈 这不是老鼠 这是仓鼠 她繁殖能力特别强 我送给安娜姐姐 是祝她多死多福 瞎说什么呢 你当你姐是下耗子呢 护神 来 来 你快去看看 是谁来了 我找余总 余总 出事了 二十九日 一艘载有二百一十八人的客船 在马来西亚西北海域 因进水事故而下沉 尽管事发海域 进入潮速加烦的大潮期 搜救工作仍在继续 关 民 军 联合救援队 前一天打捞出 三具遇难者遗体 由此 这期事故的遇难人数 增至一百六十八人 生还二十七人 上有二十三人下沉 安娜 据报道 我伤错了一条船 这条船出事了 亲爱的 对不起 永别了 对不起 永别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大人 问我 你 你不是吗 你有一段的 还是自发员了 小人 来 会长 什么事 刚刚得到一个坏消息 少爷下了飞机以后 直接登上了去槟城的船 那艘船遇纳了 他上了去槟城的船 是的 情况属实吗 我正在落实 这可真是个噩耗 郑家还在等着我们回音呢 那我们怎么办 先去落实那艘船遇纳这名单里 有没有少爷 明白 这件事情 先不要碗传 明白 联合救援队前一天打捞出 三局遇难者遇见 由此 这起事故的遇难人数 增至一百六十八人 生还二十七人 上有二十三人下落不明 安娜 安娜 电视上报道马来西亚船 那是千真万确 但是不知道林志军 在不在船上 格雅说林志军打电话来 说自己上错了一条船 和安娜说永别了 这个林志军 明天就要结婚了 瞎跑什么呢 大前天他说他要回国办手续 按道理应该是去吉隆坡 也不知道咱们会再去 槟城的船上 安娜 小雅 安娜呢 你说说 安娜 把我给骗了出来 自己在里边 把门给反锁上了 安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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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出来 安娜 安娜 我是妈妈 其中有一年 不管出什么事了 咱们出来说好不好 还有 有什么问题 咱们一起解决好吗 快出来 安娜 你把门开开 我是爸爸 你把门打开 让我们进去好吗 安娜 我都在这儿敲了一个小时了 她就是不开门 她为什么到这儿来呀 平凡说把婚礼现场撤了 安娜不同意 说不让撤 林志军是真的出事了吗 林志军是真的出事了吗 是真的 早上我都听到了 她是开着免提打的电话 她是开着免提打的电话 这种大型客轮有很多秘密的客套 所以部分空间可能还拥有空气 只要还有空气 被困者就有存活的希望 去年一名遭遇沉船事故的 二十多岁英利亚男子 就因为船舱秘密 存有空气 靠着喝碳酸饮料 坚持了六十个小时 并最终获救 不行 不能这么倒下去 这里头时间太长了 别出什么事了 来 平板 把酒店保安叫了 把门撬开 来 行 爸 妈 你 刚刚志军来电话了 她说她没事 她在马来还有些手续没办完 明天上午就回来 那你在屋里干什么呢 我们敲半天门你不开门 都快把我们给挤死了 到底怎么回事啊 她说这是大马的一个封锁 要待今天啊吓你们一下 只是一个封锁而已 这什么封锁啊 对啊 吓死我们了 既然是个封锁 我们就不要管她了 她都已经跟我说了对不起了 那明天就要举行婚礼了 她来得及回来吗 来得及 她明天一早就送基隆坡飞回来 你没骗我啊 我没有骗你 什么风俗 那么落后 对不起大家 让你们操心了 那你说林志军明天一早才回来 你俩的手续来得及办吗 手续嘛 回来补办 行了行了 没事就好 真是吓死人了 你怎么还在给她打电话呀 我想让她起飞前跟我联系一下 我好去接她 她现在在国外 国内电话不用了 那你把她现在电话号码给我 我不知道 不知道 你不是说她给你打过电话吗 没有号码 她给我打电话过来的时候 一堆乱码 说是用坐机打的 放心吧 肯定会联系我的 乱码 我看看你手机 你不相信我 那倒不是 我就是 我来 您好啊 您点的外卖 我点的 您检查一下 您对我们的服务别一瓶件 好 您用三一块 谢谢 我点了点披萨 来 吃点吃吧 我不饿 我不吃 怎么可能 你一天都没吃东西 我真的不饿 我不想吃 你给格雅吃吧 格雅 格雅 哈哈 是监贫 看我看了 你會 ce 监贫 你先管理人 看你看 有人es Pizza 监贫 但碑 Route 吃完你就回家去吧 回去 回哪儿去啊 我今天晚上想一个人待会儿 你今晚不要我陪你了 安娜 你还让格雅陪着你吧 对啊 昨天晚上你死记白脸的 让我留下来 你今天晚上是让我走我就走啊 哪儿那么容易 我今天晚上就想一个人静一静 你又不叫静静 你瞎静什么呀 我今天就要留下来陪你 我要沉沉新娘子的喜气 来 吃一点吧 我不吃 对啊 来吃一点吧 不吃了 不吃了 好好吃啊 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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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留下来住吧 这种大型客轮 有很多密闭的可藏 所以 部分空间可能还留有空气 只要还有空气 被困者就有存活的希望 你好 我是林志军 你好 谢谢你 你不是外国人吗 我是马来西亚还义 你中说得好好啊 谢谢 谢谢 生日快乐 我要他已经 khác 他也有我们一起 相恋 我的心就 mean 你那边 我要我们一起都永远 一生在意 现在 满载 是 一生在意 眼睛睁散一点 微笑一下 好好好 同事 她同事呢 在这儿 快点 好 那我们试用一下 那我一测一下 这边测一下 好漂亮 好美啊 我看看 特别特别适合你 平凡呢 平凡 平凡去接林志军了呀 喂 安娜 我刚到机场 我查过了 还有半个小时就到 林志军你不用去接了 我让他自己打车来 现在到上不落去 什么 去上不落 去那儿干吗呀 林志军马上就到了 到上不落是我妈让你去的 去接一个对我妈特别好的人 叫安东叔 我已经把地图给你发过去了 你导航吧 来得及吗 那地方可不近啊 那可是我妈让你去的 行 那行 那我尽快吧 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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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 队长 欢迎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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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欢迎来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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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嘿 老师爷来了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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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嘿 你是主持人吗 我是 你是 我是新任的代表 哦 哈喽 你好 咱们来对对刘晨吧 好的 好 安娜 你把安东叔的电话给我 安东叔他没有电话 你到了上部落就去问那边的人 他们都认识 很好找的 地图都给你发过去了 你上班也买 你上班也买了 真是太好了 可以啊 怎么就你一个人忙来忙去的 赵冰凡呢 赵冰凡去接新浪吧 新浪还没到 没到 我姐呢 有话 哦 喂 平凡 你跑哪儿去了 什么 谁让你去接的呀 哎 美女 美女 怎么了 这都快十二点了 婚礼什么时候开始啊 没事啊 这赵冰凡 你说这儿都忙不过来 他现在跑去接安东叔去了 你还通知安东叔了 我能通知他吗 他年纪那么大腿油不好 是啊 安娜让他去接的 新浪现在还没到呢 这都快十二点了 我下午两点还有个活呢 你先把这个活动 弄好了再说好吗 不是 我这 等一下 喂 太好了 好 新浪已经到了 十二点之前必须开始 还有五分钟十二点 那就三分钟以后开始 安娜 三分钟以后开始 好 我告诉他们 各位来宾 朋友们 欢迎大家来到新郎 林志军先生 新娘 陆安娜小姐的结婚典礼现场 我是今天的婚礼主持人 今天我非常非常地开心 非常地兴奋 因为今天是一个好日子 一对有爱的年轻人 即将在来宾的见证中 完成华丽转身 变成相伴一生的恩爱夫妻 现在 吉时已至 让我们 有请 新郎新娘 上场 起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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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今天其实还蛮特别的吧 我想一会儿在婚礼当中应该会有一些不一样的内容 各位亲人 朋友 感谢大家来参加我和林志军的婚礼 志军由于有点事不能来到婚礼现场 他以照片的形式算是参加了这场婚礼 请大家不要见怪 祝福我们吧 哎 走 哎 别动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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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还有脸来 你看你干的好事 你爸要是有个三长两短的 你后悔去吧你 这大伙是来参加你的婚礼的 不是来参加追悼会的 你也别太担心了 大夫说了 陆老师不会有事的 您志军到底怎么回事 婚礼上你报纸个照片出来 到底是要吓谁啊 志军他不会有事的 他不会有事 那你现在到底联系上他没有 他不会有事的 安娜 我跟你是最好的朋友 我觉得你应该告诉我真相啊 他不会出事的 对不起 爸 阿娜 安娜 我煮了点方案面 过来吃吧 对啊 赵大厨亲自下厨呢 可好吃了 你在画什么呢 林志军吗 哥呀 你还记不记得 你第一次看见林志军的时候 他是什么样子的 你还记得 你今天在乱兜 你们在乱兜 都知道 我几乱兜 他还记得 他们在乱兜 都知道 我本来 你还记得 我本来 我问你 我 你还记得 我 我 怎么样 办好了吗 至少还要等一个礼拜 为什么呀 你不是家属吗 他们还没领证 所以不算家属 那怎么办 真要等一个礼拜啊 余总 照片饭来了 好 平凡 余总 您找我有事 平凡 这几天出了这么多事 我想你还是多陪陪安娜吧 这孩子从小就倔 我跟他爸拿他也没办法 你多劝劝他 好 怎么了 可我只是 我从来没把你当员工 平凡 其实原来我是看好你的 我想不是林志军 好 进来吧 这就是他的办公桌 小林桌上这些东西 我们都没有动过 一个外国人不远万里 到中国来从事一些 稀有血液的研究 也确实是难能可贵啊 马来方面还没有确定是死是活 只是说失联了 前段时间他情绪很不好 据同事们说 他的脾气变得很暴躁 还和那个对面的小吃摊上 打起来了 他还和别人打架 对呀 同事们都说 林志军平时的脾气很温和的 同事们当时都不敢相信啊 据说他还挂采了 志军 安娜 你这脸怎么了 没事 昨天不小心 被叔叔挂了一下 谢谢你 王主任 我想一个人待会儿可以吗 好吧 有事你叫我 那我先走了 谢谢 请 请 请 他的东西啊本来就不多 都是那小东西 这大帐的东西啊 都是我的 待会儿搬家公司来了 您注意点 别搬搓东西 好的 你随便看 我到里面检查一下啊 我的天啊 这你还可以 还有这些 我觉得 我都不算 我 我 我 你 我 我 你 我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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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好 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的 您好 我想请您帮我查一下 这张房卡的房间号是多少 这张卡是您的吗 您先帮我查吧 对不起 您必须告诉我您朋友的姓名 那么我们和队伍问了才可以 这个 是我朋友的 你的朋友的名字是 林志军 双木林 志气的志 千钧一发的君 好 他的身份号码是 他是外国人 那护照号码呢 护照号 我 我不知道 实在对不起 我没有规定 是这样的 小姐 我麻烦您帮我一下忙吧 这个人呢 他是我的未婚夫 你知道前段时间马来西亚的船难吧 他可能就在这条船上 所以现在这张房卡是我唯一的线索了 如果我能进去的话 我可能还有一丝希望 你帮帮我吧 小姐 你好 我是这个前台领班 请问您是他的 我 我是他未婚妻 请问您知道开放人叫什么吗 林志军 对不起 不对 这个开放的人不是您说的林先生 抱歉 我们只能先把这家房卡收了 你别 你等我一下 我还有一个东西 这个 您看一下 是不是这个公司开的 谢谢 是的 不过 那个 因为出于安全的考虑 我们不能直接告诉您房间号码 建议您还是跟他本人直接联系 不好意思 这是您的房卡 听您说 好吧 谢谢 您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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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好意思 小姐 请您先刷房卡 然后在您要去的楼层 对对对 请问小姐 您是要去十层吗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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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忘了 对啊 那我能看一下您的房卡吗 不用了 我 我再找找吧 我有点事我先走了 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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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叫我小姐 叫我小姐 你搬那么多医学书回来干吗 要是志军突然回来了呢 对了 格雅 把你安卓手机充电器给我用一下 要我手机充电器干吗 你自己不是有吗 这个 我在林志军的宿舍找到的 我想看一下它里面有什么 你等一下 嗯 有密码 哎 你知道吗 把手机拿出来 干什么 我正买东西没钱了 发个红包呗 多少钱 我转给你 拿过来嘛 嘿 你还有密码呢你 罚我呢 谁放谁 你手机没有密码 你买多少 不告诉我 你说不说 四个九 这么傻 好了 我先给你改好了 改成什么 我生日啊 我 忘了怎么办 你说什么你忘了我生日 林志军你忘了我生日 不对 这是林志军的手机吗 这不是他手机 他手机我认得 他们看着还挺清热的 安娜 安娜 你等等我 走那么快干吗呀 你干吗去啊 你是不是除了那个手机之外 还找到其他别的线索了 是不是 酒店房卡 这是林志军的吗 我在那个手机盒里找到的 林志军 他不有地儿住吗 为什么要住酒店 给你拿到的 我自己给你拿到的